彰化有獨一無二的海牛 跟磕田無形無化資產 什麼是海牛跟磕田呢 一般的牛就是在田裡面工作 但是海牛好厲害哦 它可以到海裡面去工作 它做什麼工作呢 在方園 其實在朝間帶有很多的 蚵啊 就是磕 所以就是這些磕農 會帶著海牛去採磕 那海牛怎麼變成海牛呢 其實是這些村民必須從很多的牛之裡面 去找到有天賦的牛 然後從小就訓練他們成為海牛 那其實這個無形無化資產是非常珍貴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兩年前到方園的時候 這海牛有十一頭 但是兩年後只有剩下七頭 所以其實海牛在怎麼樣 在凋零中 所以透過我們這個計畫 我們讓大家更珍惜海牛文化的珍貴之外 其實我們也試著在想 怎麼樣有機會能夠讓這些海牛 是不是有機會能夠有不同的鼓勵的機制 讓更多的海牛能夠被飼養 或是我們怎麼樣更加愛護這些 真的也可以講說世界的珍寶